画面上是凯米台风基隆灾害应变中心一级开设现场 市长谢果良请每位局处首长与各单位 分别报告受理的灾害案件处理进度 这次灾害防救资讯系统受理案件 共超过500多件 索性没有大型的灾害 对于各项受理案件 市长谢果良持续紧盯进度 要求各单位确实追踪 尽速处理 力拼恢复市容环境 我们这一次其实大家团队都很认真 然后都驻守在灾害应变中心 包括我本人这三天 也都一直在灾害应变中心 处理这些很多问题跟更像需求 那这一次我觉得EMIC的通报 其实有蛮多件 一共500多件 也算是很多 可是我们大部分都是跟我们的包商 跟我们的局处首长 还有我们的团队在短时间里面 就将这些问题能够有效的把它处理 那即便有一些可能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但是我们会在处理过程中 不要让它影响到某个道路 或某个通行的环境 那我们尽快地把这些问题把它排除 市长谢果良坐证在应变中心三天 与各单位共同努力 针对与民生交通经济相关的案件 持续追踪到结案为止 目的就是希望整合所有的力量 让市民朋友能够尽速恢复正常生活 共同拼经济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